今天呢早饭没吃 然后到了中午就非常饿 我就想到了我们这儿啊 我们本地有名的一家几股店 这家几股店已经开了20年了 我觉得它是我们本地啊 做的最好吃的几股 我每个半个月都要吃一回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吃一次吧 看一下你们那儿有没有这种几股 一共呢我买了三份 两份烤的 还有一份煮的 小张碗 这个是烤的 还热呢 哎呀好香好香 你们有没有闻到 这个孜然的 味道 哎呀 这三份烤鸡骨呢 我一共花了150块钱 这个55 煮的我花了是40块 买的小份 然后这个是大份 55块钱一份 我觉得150块钱啊 买这么多几股 对不对很值 不说了啊 先馋一块 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是单纯的吃啊 大家看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 刺情刺警 我们得喝点酒 我们得喝点酒对吧 喝的差不多了 好喝 这几股呢 这几股呢 我觉得烤着吃是最好吃的 它是怎么烤的呢 就是煮完以后 直接上炉子上烤 烤的比不烤的要贵5块钱 但是口味也是不一样的 烤的好吃 来 干一个 打扰了啊 打扰了 确实很好吃 我还是觉得烤的好吃 一个人吃不了多少肉 然后你吃很多就容易顶 我最多呢 就是大份大家吃一份 我给大家说 什么样最好吃 就这种肥瘦相间的这种 你们想不想吃 像是可以来找小的哥啊 请你们吃 有点饱了 还没吃多少 所以说这个肉啊 特别顶饱 这个呢就是我的午饭 我发现买多了 我吃了连三分之一都没有 还剩下三盘啊 来吧 来吧 来我家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季 我最喜欢吃的烤鸡骨 好吃 真的好吃 好多小伙伴应该没有吃过烤的吧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是不是很馋 喜欢喜欢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评论转发下 想看想能够吃什么 可以啊 来评论去这下期再见 拜拜